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不要講我們兩個你們對我的印象 為什麼你騙的是這個 喔什麼 我覺得你很熱情 非常非常熱情的人 然後就不怕睡 就跟你剛認識就覺得好 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我們超級麻吉了 我覺得如果你在場的話就是 氣氛會瞬間 然後露 感覺你不管對誰都 高興投費 高興 好像一瞬間就沒有人的距離 因為常常講的話都還滿 感覺像都很真心 看大家的東西都是很用心 都講出真正的內容 就不是說為了要套關係 然後才講這些話 然後我覺得錄像 我們幫人家拍照的時候很敵談 就比方說像我們拍照有尷尬症的話 就讓我變得沒有尷尬 我跟大家說 大家沒看過我幫別人拍照 真的是超級誇張 像攝影師在幫模特兒拍照一樣 等下像都沒你的事 這是我們的影片 啊你們都不講一下我的缺點 沒什麼缺點啊 太完美了 一百分一百分 影片沒有Re過喔 真的要把自己內心講 伊古老師 那你對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非常熱情的 嘩啊 看這個影片 很熱情的 真的嗎 謝謝 謝謝 伊古老師的影片 其實我很喜歡 真的 看影片的時候 沒有想到生的熱情 男生 笑容可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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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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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是阿倫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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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跟文當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怕你會生氣 因為之前你以前有講過你還蠻care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對我對路講第一印象就覺得 好像是一個還蠻強勢的女生 真的喔 你有看我的Instagram喔 對… 文當就感覺比較靜靜的那種感覺 很完美互補的感覺 很有自己的sense 就穿衣服都還蠻可愛的 沒有 都買模特兒 可能跟他們一樣 文當呢 一開始的第一印象也是就是 安靜安靜的日本男生 就比一般的日本男生還要再更安靜一點 然後是帥哥 標準日本小帥哥 接下來我們問希望 你對我跟文當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好像是先看到你的Facebook 就是那個最多人點贊的 就是為什麼來日本 字頂那一篇 對… 然後我就覺得哇這個女生 真的好努力喔 你更努力吧 你更厲害 文章寫得很好這樣 沒有… 沒有… 快講一下 要講一下 相處之後 我覺得我們笑點真的超合 然後就是一個很可愛的 才日情侶這樣 阿文當咧 對她的印象是什麼印象 因為她在影片算是比較安靜的 就是會跟你吐槽啊什麼的 影片上都看不到 還蠻日本男生 就覺得喔原來你們相處是這樣 然後真的是媽媽帶兒子的感覺 來最後一個我要問Ryu跟Yuma 我現在有一點水 太安靜了 所以贅沃吧 贅沃吧 贅沃吧 露醬的話 我們以前 錄影看了嗎 對對對 我們第一次看到露醬是在影片 一開始覺得她好像日本人喔 露醬嗎 好日系的一位女生這樣子 然後看起來還蠻文靜的感覺 見到面之後是非常的熱情 比Ryu還吵 對 我真的很吵 我覺得是這樣很吵 跟影片有點不一樣 是好的不一樣 我覺得剛剛就是 日本女生都會很喜歡的女生 絕對モテるでしょ 沒錯 瘦瘦的 然後 歐巴要什麼的 然後又很文靜 不會像妳這麼變態 理想的男生 看起來很年輕欸 看起來有一個大學生 文章 年輕人 就這樣子 陽光男孩的感覺 就是在日本努力的外國人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文章 東橋一起加油 掰掰 文章終於有妳的事了 跟大家說掰掰 再見 掰掰 棒 等一下 再見 字幕製作人